你也不得了 你看 他俩还那么小 这身上本事也比不过我们 要出去撂地儿 也挣不着钱啊 非活活饿死不可呀 对啊 丑丑 我说啥来着 还是听我的吧 出去闯江湖 一个勃勃掰两瓣 一碗凉水火着喝 这才是一家子 反正我们都不能分开 你要是不收他们 那我们一块儿走 龙大哥 你说呢 反正我舍不得这个小崽子 这还真是个特殊的问题 这样 大家别着急 我回去呢 向上级反映一下 看看上级手掌的意见啊 鸡骨将军 石井军 此次老军演出多多辛苦 请一路珍重 鸡山大佐 鸡山大佐 鸡丁是河北重建 也是武幻军的重要军事基地 更是巴鲁骚漏的重建 你们无比要加上防范 请将军阁下放心 鸡山一定竭尽全力 上保天皇 下保国民 司令长官阁下 在宝丁的这段时间 石井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还请 多多包涵 石井中作严重了 是鸡山多有得罪 还请见两 好 那 请 这些来历不明的家伙 总算走了 但愿他们永远都逼回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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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杂耍艺人 有这么多故事 那么多规矩 我的家乡土地贫瘠 光靠重粮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也不知道从哪辈子开始 家乡的人吃起了这碗饭 各家各户 有大班子的 有走单邦的 一年到头四海为家 摸根料地走南长北 逐渐形成一套明的暗的规矩 这就是江湖 中国的江湖 真是深不可测呀 埋藏着 那么多国粹 古堡 是啊 就拿仙人铺的杂耍班来说吧 有很多绝技绝活 这些乡亲们闯荡江湖 远到欧洲 俄罗斯 在国外很受欢迎 有很多人还收了羊徒弟 娶了羊媳妇呢 这可真够神奇的 不过 现在是以抗日为中心 等以后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把这些绝技绝活 都给他挖掘出来 振兴咱们的国粹 就盼着这天哪 至于那两个孩子嘛 你懂他们的规矩 又是他们的长辈 你想啊 他们是吃江湖这碗饭的 很讲究暴团 要想把他们分开 确实很难为他们 我想把这两个孩子留在我那儿 但是不占咱们部队的编制 也不承担军事任务 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啊 谢谢司令人 把他给他想进去 揭编军事任务 不认为他们 他们把他们据的 также据的 要把他们据 草大 要死 她 张军阁下 一路辛苦了 跪点小组 安静修备的地方和训言系 都安排好了吗 报告张军阁下 一切都准备好了 那就卸车吧 是 卸车 张军阁下 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 请吧 不 现在 新安系签到宣任部来 这里的防卫一定要加场 是 请你给我们 介绍介绍你的计划吧 是 张军阁下 眼前的这片开阔地 一手难攻 我在这里 配备了两个帮 两艇机枪 两面抛击炮 另外 火山的小臂 很可能成为敌人的攻击的方向 所以 我在那里 安排了三个帮 三艇机枪 三面抛击炮 其他其余 郭天小组 这个火星区域的祠堂 你是怎么进一位的 按照张军阁下的指示 那里没有配备武器 所以 也没有配备武器人银 只有两个帮的兵力 分散在各自农户家里 外跃境界 很好 齐生军 这火星区域从现在开始 只有你父子了 是 暴令的招准是很惨痛的 我想知道 你有什么完全计策 保障我们的计验和提到玩物一事 将军阁下 首先我想说的是 我们之前和华勇办数次交手 这令我感觉到 他们可能并不是懦夫 而且他们极其的顽固 死亡 并不能使他们退却 说得很对 当前 帝国的军队在各个战场 都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这说明不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懦弱无能 您能看到这一点 我很高兴 接着说 正如鬼田少佐所说 核心区是不能配备武器的 只能使用冷兵器搏斗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为了防备万无一事 首先我们要扬长臂短 中国人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众修为 轻器武 他们崇尚真正的功夫 而并不屑于使用武器搏斗 这点是中国人的光弯技区 所以就算他们武功再高强 也毕竟是血弱之群 而我帝国科技发达 再加上 属下亲自设计了 一些特殊的器械 将军请看 如果把这些器械 安装到实验室 还有车间重地的话 那么 就能像博树家一样 轻松地制服来犯之地 将军请看 这边的齿轮 还有这个 这个 很好 你马上派人 把图机送到天津 让他们尽快挤走出来 是 铁头 试试这个 来 这边的 是 师父 你老神啦 我有那么老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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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宝 你别动啊 师父 你给打俩蜜蜂 大宝 师父问你件事啊 那个 这个是刘奎 这个是龙山海 他们俩个 哪个好啊 师父 我觉得我最好 拿着 接着练 行啊 铁头 师父 狗娃 跟着你铁头哥我学着点 啥样 扶不扶 不扶 瞧我的 瞧你的 你 拿一块 注意运气啊 吹虚吹漏了吧 我 我以前劈过土咖啦 土咖啦 嘿嘿 你咋不说你劈过豆腐呢 你要把这 你 你接着劈啊你 你接着劈 不扶啊 看好了 厉害吧 告诉你 咱滑泳班 从关外到南洋 走遍江湖无敌手 二爷姐 说啦 华永班转关东的时候 还没你呢 那 那 那我也算是华永班的正宗弟子 对不对 大师兄 是 记得我告诉你啊 龙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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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练着呢 龙大哥 呦 龙大哥 你来了 龙大哥你过来你过来 干啥呀人家练着弓的 我不能看 这是规矩知道吧 啥呀都啥时候了 还想这规矩 规矩就是规矩 规矩 他哪长哪待 他也是规矩 到啥时候都不能改 对 不能改 龙大哥 撒手我得走了 铁头他说 他批砖比你强 什么 狗王 龙大哥 我没说 我啥时候说 我比龙大哥强了 那 华永班走遍江湖无敌手 是不是你说的 那 那 那是大师兄让我说的 铁头 说这话呀 那得硬气 得响当当的 知道吗 咱华永班啊 那就是天下第一 不是 刘魁啊 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前两次华永班过五招 是赢了 不过这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这次要不是小鬼子 指不定是我们 在国际园撂地呢 去 龙湛海 你说这话我还不爱听呢 要是不服气 这样 咱比划比划 行啊 比什么 你说 大 大师兄 硬工软活 虎 牛 吴大叔 没事吧 没事 小心点 刘奎啊 我输了啊 不过咏春班 比我厉害得多的是 你可别得意啊 你也甭这么说 你这个 了不得算一失手 可是你用两把刀 我用一把刀 我心里有数 这样 咱俩这一回合啊 算一失手 换个家伙 再比试比试 行啊 比试吧 说 大师兄 你别得理不饶人 行不行 这两个班子 高低算什么呀 咱们现在是八路军 这杀鬼子 见高低 那才是真本事呢 什么八路军 说得好啊 师叔 师爷 你来了 大宝 我今天给大家 带来一个好消息 啥好消息 上级领导 已经正式批准 我们成立特别武功队 特别武功队 小叔 那你说我和狗玩 是不是可以当八路军了 你们俩的特殊情况 我也想上级做了汇报 虽然不能正式地成为八路军战士 但是可以随对行动 太好了 师姐 铁头 听小叔的 只要跟着我们 早晚有一天 能登上真八路的 就是 只要不把咱俩撵走就行 武功队 由我担任队长兼教导员 龙战海同志和曹双亮同志 担任副队长 大家有什么想法啊 没 没意见 但是我要解释一下 咱们八路军的干部 只有职务之分 职务越高 责任就越大 做的贡献也就越大 这跟升官发财是两码事啊 从今往后啊 大家要叫侯科长为队长了 都记住了啊 对 红队长 从今天开始 队长 大家是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 要改一改自己的江湖习气 互相之间要成同志 对 郑国书 龙战海同志 不刚说了吗 要叫侯队长 队长或者教导员 好好好 不能叫郑国书同志啊 队长 同志 咱们这个特别武功队啊 是以华勇班为班底的 我觉得啊 这个副队长应该刘魁来的 对 让我搭着兄长吧 对 让我搭着兄长 对 其实吧 我也没想干副队长 但是龙战海说得也对 因为我们华勇班吧 那毕竟是仙人铺里 大师兄同志 这队长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们现在是八路军 不分这个班 那个班的 这有本事的就当官 不 不不对 有本事的就单事呗 大师兄 刘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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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作风嘛 就这态度 他要当副队长 我就不同意 谁当谁不当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这可不是窝头 可以推来抢去的 这是上级的命令 师父 师姐 来 来 来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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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我可告诉你啊 你现在的心眼 就这么点小 小叔叔了 这是命令 不是窝头 大师兄 我生你的气呢 你看不出来啊 生我 我说你怎么 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了 胳膊肘从外拐 跟谁亲跟谁亲 你不清楚啊 都亲 都近 那咱们都是从仙人铺出来的 谁都不是外人 说白了 都是兄弟姐妹 都是一家人吗 是 拉倒吧 我看啊 你八成是喜欢上那姓龙的了 不是 你 你胡说 我怎么就胡说了 吃个药你让着他 选个副队长你向着他 这胳膊流点血巴 瞧你急的 我又不是傻子 是不是 你们俩没来远去 我早就瞧起眼里了 大师兄 你 行 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边上了 那我就认了 我就是喜欢龙湛海 我就是喜欢他 早了 你就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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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你听到没有啊 你说这叫什么事这家 兄弟啊 坐下说 不是 他们是来参军哪 是来打鬼子呢对不对 天天在这儿 搞对象呢成天在这儿 喝点水 我跟你说话呢队长 你说咱们这是队伍 他们这么做 太不像话了吧他们 爽良 我了解他们 他们在江湖上 混了那么多年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江湖习气 不过凡事啊都有一个过程 我相信 在抗日战场这个大熔炉里 他们一定会成为 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都站好了 精神点 还不来 结个盒也这么晚 要不我先喊一声 不用了 你先走了 行兵多这样 他们会习惯的 你是 你不认识我了 你是 许小雅 许 在宝定 你帮我打跑了狗四六 给了我一块怀表 一根金链子 还有钱 你呀 你便是撒刷班的嘛 你 奇妙国际社 对对对 不是 你怎么成 成八路了 对啊 一言难尽啊 离开宝定之后 我领着班的四处撩地 结果到处都被日本人给占了 我就决心来当八路了 嘿呀 这狗日的小鬼子 非把他们给灭了 他娘的 小鬼子不让咱活 我也不让他好过 偷八路 杀鬼子 头对了 兄弟 正伯 前些时候分区招人 说要成立武功队 我也报了名想参加 可是组织上说我脚上有伤 不让我参加 没想到在这儿还碰着恩人你了 能和你一块杀鬼子 冲过来 不说嘛 是好汉早晚得剧头 就像水波凉山似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咱这光说话了 恩人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龙战海啊 啥 龙战海 你是龙副队长 那你和组织说说 让我也参加武功队吧 没问题 侯队长 你说咋样 行啊 龙队长说行 那就行 不过你的情况我知道 我们武功队刚刚成立 训练比较艰苦 你有腿伤还不能参加 回去把伤养好了 随时可以回来报到 怎么样 行 那咱说定了 好 就这么定了 谢谢 那你们先忙 我先走了 小心点啊 咱说定了啊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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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你们了 怎么才来啊 快点 快点 走 大耳朵 快点 快点 小心 快点 快点 站好 大耳朵 给大伙放一个 再放一个 大耳朵 真棒 倒立 你闹什么了 大耳朵 都带好 都带好 来来 看大耳朵 好 这儿好 这儿好 铁头 好 铁头 干嘛呀 铁锭 怎么样 铁锭铁锭 铁头 干嘛牵猴子了 又不是耍猴 不是 猴子咋了 大耳朵也是出过苦力 露过脸的 他跟我们一样 虽说不是正规八路 可咱们到哪儿都得带着他 这是队长说的 对不对 对 说的对 好样的 你 给我出去 出去 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你孩子你凶什么凶啊 凤国同志 你说什么 我说你干嘛对孩子这么凶啊你 这里是部队 这是纪律 每个战士都得遵守知道吗 是 都得遵守 可铁头他还是个孩子 再说了 他还不是八路呢 这是小叔说的 就是啊 小叔 你说是不是 对啊 什么小叔 叫队长 对 那个 是 队长 那你给我们评评了 就是啊队长 就是啊队长 好了好了好了 队长 算了啊 这个队我整不了了 过来 那你别整了 是 队长 大家站好站好都站好 这不是挺好的吗 东姑啊 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不站队吗 站啊 怎么站 铁头 抓过马 大家伙亮个下 好了 好了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现在 你们是八路军战士 要按照咱们八路军的规矩 进行训练 大家站好 看我的 一阵 收下 一阵 大家站好了 刘葵 抬头挺胸 笑啥 大宝 脚后跟 对 脚后跟并拢 脚尖乘八字形 是 师爷 给后演一下 你看那个脚 小心 你看看你们啊 是乱七八糟 我刚才不是给大家讲了吗 稍息 出左脚 哪边是左 哪边是右 左脚 用筷子这只手这边 是右 不用筷子这边是左 师爷 我是左撇子 那 那你就跟别人 反着就对了 哦 这就对了 好 给我口令 一阵 向右看 气 铁头 刚跟你说完左右 你又错了 向前看 一阵 同志们 从今天开始 我们八路军特别武功队 就正式成立了 虽然我们不穿军装 但是我们肩负着更重要 更艰巨的任务 我们要刻苦训练 服从指挥 遵守纪律 奋勇杀敌 奉勇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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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向后 转 让他起来 好 集合吧 快 快起来 快起来 请喝 宁兄 宁兄 赶紧的 紧紧集合 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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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想打槍打槍真好玩真的我也想打槍哎你看那姿势多帅呀对呀哎 哎狗啊有了哎 哎你们俩跟在嘀咕什么呢赶紧看着打枪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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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厉害吧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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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乖 你跳 走走走 走 快跑 哈哈哈哈 爸 瞧瞧瞧瞧 摸着多光溜啊 哎呀 你都摸半天了 让俺也摸摸 急啥呀 让我再鼓道鼓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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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啊 等会儿给你 你给我摸摸 你抢 我抢你 走 我看看去 走 铁头 走啊 出什么事了 这不是我的枪吗 你们两个 抓两 猴队长 抓两 怎么回事 是 他们俩啊 偷了我的枪 曹首领 到 带着铁头给狗娃 跟我走 是 走 被你们害死了 走 一百零三 一百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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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犯错误 凭什么罚我 队长说了 你是大人 犯了错 就得挨罚 对 我们不也是 陪着你挨罚吗 我算怕了你们了 从今往后 走 离我远点 还有大耳朵 我们还怕了你了呢 对 每回你都凶巴巴的 就像我们欠钱一样 就是 我那是为了你们好 别不是好歹了 大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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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大耳朵 我跟你没完 挂我大耳朵 草山亮 输狗呢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怎么连个孩子 都欺负你 起来 师傅 没事吧 他摇我你没看见吗 他摇你 你不惹他 他摇你 他他不摇我呢 对呀 他他不摇我呀 没 见这帮乌合之众 就该去 去跑江湖 你说啥你 你说啥呢 你说什么你说 什么乌什么众啊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是八路军 炒什么江湖 八路军 你这个副队长 是这么说话的吗 对呀 你这副队长怎么当的啊 怎么了 大不了我不干了 你还敢不干 你吓唬谁呀你 真是的 你想怎么着 你吓唬谁呀你 别吵了 怎么回事 队长 这个副队长我 我不干了 胡闹 这是你想干就干 想不干就不干的吗 亏你还是个老战士 封公姐 铁头跑了 铁头呢 不 不知道啊 还像个八路军战士吗 小叔 铁头不见了 这孩子绝得很 万一出打啥事咋办呀 咱们去找找他 那赶紧去找孩子吧 走走走 快快快 什么玩意儿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耍孩子 快走 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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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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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啊 �鞋头 雯姑姐 鞋头我不给狼吃了 古娃 鞋头 towers是个好孩子 狼是不吃好孩子的 我再也不跟鞋头打架了 乖 过完 时间也不早了 今儿哥 就在风谷姐这儿睡 等到明天早上一睁开眼睛 兴许 铁头就出现在你眼前了 真的 来 睡吧 把鞋脱了 咋的喽 里面有人 里面有人 铁头 铁头 师兄啊 铁头 你打回来了啊 铁头 你打回来了啊 我爷爷死了 我已经没有气了 我不让你开心吧 行了 行了 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可是你记住了 以后不许撒跑了 听见没 你知道大家伙找你多辛苦吗 多着急吗 不哭了 曹少亮也认错了 也去找你去了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这都哭成这样了 不哭了 不哭了 那 那要么这样 那个 要不凤姑姐给你们唱个儿歌好不好 来 走 不哭了 不哭了 来来来 够了啊 你还在这儿呢 我还在这儿呢 不是 你还在这儿呢 你怎么回来了 没丢就好 歇着吧 陈友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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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儿搜紧了 再来 再来 小心点 战场上也将就死了 来 行不行 一二 再来 我不练了 耍这玩意有啥用啊 有种跟老子真刀真枪去 大宝哥 听我这儿 别打了 怎么了 有啥不干的 快过来 我只要向你这位 大名鼎鼎的刘班主讨教几套 快 过去看看 来吧 打得好 大师兄 打得好 你体会 说什么呢 大师兄 考虑 高兵 老大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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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灵啊 起来啊 快起来 大师兄 摔得不精啊 承让啊 有两下子 我刘奎 协议不精 是 给黄永般丢脸了 告辞了 大师兄怎么走了 江湖上 不是最讲礼数吗 这也太输不起了 师父 曹若亮 我来给你过两招 你 还是免了吧 出续招 来真的 报告 别打了 你不是他对手 曹老弟 别和女人打呀 我想领教一下行吗 龙湛海 这里是部队 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我觉得你们练的都没用啊 咱们每天老是走路 站队 真的没啥 拿根破棍子捅来捅去的 能杀鬼子吗 对 龙大哥说得对 对 龙大哥说得对 龙大哥说得对 别跟你说 再来点真格的 就像你刚才跟刘奎那样 来点真格的 只好 我们可以打算 你给你一句 我可以打算 我把你打算 咱们再来看看 我关注 你 我可以打算 我还要打算 你 我可以打算 我可以打算 我要打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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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